中文字幕——YK 湖南卫视打造了很多爆款音乐综艺节目 最近湖南卫视又推出了全新的民歌进场类节目 综艺节目春天花会开 节目还没播出几期 现在又一档全新音乐综艺节目要开播了 那就是生生不息 生生不息绝对是今年的重磅综艺节目 因为它是一档港月进场综艺 专门为香港回归25周年推出的特别节目 相信一定会引起广泛的关注 根据某博主的爆料 生生不息已于3月26日开始录制 参赛的嘉宾有林子祥 叶倩文 李克勤 杨千华 李文 李健 马赛克乐队 周笔畅 毛不易 刘希军 善依存等等 从名单可以看到 参赛嘉宾中有很多香港乐手 既然是港月进场综艺节目 乐语歌手自然少不了 当然也不能全部都请乐语歌手 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属于举国同庆的盛世 内地歌手也应该参与其中 参赛嘉宾中有几位好声音的代表 李健和李克勤是好声音导师 沙依存是好声音第九季总冠军 沙依存从好声音夺冠出到快两年的时间了 终于跟他的老师李健在同一档节目中同台 李健带着自己的冠军学员参赛 而李克勤却是一个人 很多网友都在问吴柯月呢 同为总冠军 沙依存参加了声声不息 吴柯月却没有 有点说不过去 吴柯月在第十季的时候几乎全程用乐语歌曲参赛 最后凭借乐语歌曲夺冠 成为好声音史上第一个乐语总冠军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吴柯月相当于给乐语歌手做了一次推广 好声音节目组还给他了一个乐语歌迹的称号 可现在第九季总冠军单一存来了 吴柯月的导师李克勤来了 偏偏吴柯月没来 难道他就这么不如单一存吗 吴柯月夺冠后倒是上了几档大型晚会 但目前还没有综艺节目邀请他 而单一存夺冠后各种热门综艺节目不断 现在又参加了声声不息 单一存的曝光度肯定够了 可吴柯月现在急需曝光度来打开知名度 然而声声不息宁愿邀请单一存也不邀请吴柯月 邀请了吴柯月的老师李克勤也没有邀请吴柯月 只能说明吴柯月可能确实没有市场 很多吴柯月的粉丝都期待着吴柯月在音乐道路上的发展 目前来看吴柯月在这条路上走得比较艰难 现在乐语歌曲不是主流 而且一天不如一天 只能靠以前的经典乐语歌曲称场子 有没有出类拔萃的新生代乐语歌曲创作者 乐语歌曲怎么发展得来呢 吴柯月擅长乐语歌曲 他的音色也有相当的优势 而一旦他放弃乐语歌曲唱国语歌 就会失色很多 吴柯月的发展面还是太窄了 我的歌运语歌曲のは小明月你知道吗 ב�gan优独一爱上 loss答案 我们字幕ocal优独一答案 是猿 compartil上 trong殖上忘记